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期节目我学了一招非常管用的一招 这次我回去以后又查了一些我的实战布局 发现除了白旗除了锦佳以外还有另外的一招 这次我太有意的还有办法 我还是想通过这次节目再继续向首席请教一下 看看对付这招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好 那我们现在就记住棋局一起来看一下 这招就是白旗不在这里锦佳 而是松一路加 这步棋也是非常的常见 可以说非常常见的一手 那对付这招棋呢 黑旗有两种下法 一种是这个虎 一种是这个跳 我们逐一来分析一下 虎的话我第一感觉是直接贴上去 如果贴的话呢 黑旗当然是搬 那我也搬吧 但是这样的话呢就遭到黑旗的连斑 这个可以连斑吗 这个时候大家看啊 黑旗看上去气很紧 但是连斑呢是可以成立的 我可不可以打这个呢 能不能断这个呢 看上去手筋连发呀 那我就只有吃 这样呢我把这个掐齿住 这样黑旗可以接上 有没有一个立的 大头轨来了 对 但是我还是没有算清 这个气到底是谁长一些 但是你的气感已经很到位了 这样是一个大头轨 扑掉 对 接上 我得把这个补上 对 这样的话呢 其实这是白旗不太行的 黑旗本身就跳过 白旗就已经不太好了 而且黑旗可以打这个 这个就把白旗吃掉了 白旗这个气是不够的 黑旗一二三四口气 白旗你无论怎么走 你打吃我就长 这个地方是长不出气的 白旗只有三口气 明白了 所以这个是假妙手 看着就是手机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能只能是退了 对 咱们还原一下 既然这个妙手 所谓的假妙手 不能够成立的话 大概只能够忍耐了吧 单退或者是扳住 这无论走什么 比如说如果单退的话 这个地方被黑旗一点方 也是痛不欲生的一个旗行 确实 你这走完之后 这点方是绝对的先手 走完之后他再补 这白旗是不好 如果连扳 这被黑旗一先打一下 这旗行也是一塌糊涂 必须粘住 对 那我就把这个子吃掉了 对 这时候黑旗不能跑了 但是也没关系 不跑的话 就打外面就可以了 那我还是要把这个粘住 对 黑旗这个时候就 比如说冷静的不灰 这个旗白旗不太好 首先白旗这个头没有正到 这个头还是被黑旗控制住 接下来白旗不论怎么拐也好 还是飞也好 这都是在后面 头在黑旗的后面 这样的话是比较被动的 第二个就是白旗自身没有活 接下来黑旗一跳是先手 先手破眼 这个也是白旗比较难受的一个地方 就是自身不活 然后头又出头又不唱 所以说这个旗白旗有点困难 那看起来这个贴 这个白旗的贴起来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对 这个旗我们看一下刚才 如果贴的话 被黑旗扳 这个头就蒸不过黑旗了 这是有点问题的 所以说白旗的下一招应该是这个飞 飞这样的步调快一些 对 其实这个飞不担心黑旗冲断 并不担心黑旗冲断 如果你冲断的话 白旗可以打吃 像白旗有顶的手段 所以说这个旗黑旗吃的非常小 而且外面是很受伤 外面这个子伤的厉害 人家一顶了搬过来 这个黑旗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个白旗飞是好旗 并不担心黑旗冲断 那么接下来可以预见的 比如说你挑这个 他就挑过来 我也挑上去 这样的话 大家看这个正面的方向 就被白旗给占领了 这个制高点 双方出头的制高点就被白旗占领了 总比你快一点 对 所以说这个旗黑旗虎的下法 我并不推荐 这个虎的下法不好 这个没有压制白旗的出头 那换句话说 就是推荐这一首跳 对 我推荐这首跳 觉得该怎么办 我的第一杆跳的时候 要紧净的靠上去 这个感觉非常棒 这个感觉太好了 我觉得黑旗的旗形也是有一些问题的 对 为什么不选择飞呢 刚才我们说过 虎的话白旗要飞 这个飞 我自己的感觉就好像比 怎么说呢 就是比这个靠要显得松散一些 因为毕竟这个黑旗的子是下在这儿了 已经不是这个尖了 对 所以的话 总感觉这个地方将来好像会有一些问题 对 相对来说比较薄一些 是的 比如很简单的 黑旗还是跳 那么你再跳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点心里不踏实了 这个可能黑旗有可能将来就是会跨断 对 这就有跨断的手段 就非常的明显 所以说这个旗 白旗飞确实不是好行 这个旗要靠 靠的时候 大家注意这个时候黑旗必须要补断了 黑旗这个时候不能在上面扳 或者长都不可以 为什么不能扳呢 如果扳的话 白旗有一个很严厉的手段 要是我下的话 可能我自己的感觉也就是退 如果这样的话 黑旗还算可以接受 黑旗再退回来 白旗大概跳一个 这样的话 黑旗还可以 这样黑旗还是把头睁过来了 还是不错的 但是实际上白旗有一招妙手 就是一举可以将黑旗击溃 在你扳的时候 有这么厉害的手段 这个妙手当然不是这种虎 这是很俗的下法 虎的话遭到人家当头一棒 这先打一吃 直接就打昏过去了 所以说这旗不是虎在这 是直接二路断 由于有了靠这个字 所以黑旗这个旗型的弱点就体现出来了 那我转换 你既然这不硬 我就吃这个 对 这个转换是只有选择转换 这时候你如果吃这个的话 它可以打过来 大家就可以看到区别 冲过来 大概吃不消了 如果没有这两个子 这是冲不过来的 就打死了 有了这两个子的交换 刚好可以这样冲过来 黑旗就崩溃了 所以说你刚才讲的这个挖吃 这个实际上是没办法的选择 也底下要不了了 但这样白旗就打吃 打吃的话 我就把这个地方尝出来 这个其实黑旗 第一黑旗是落了后手 第二的话 白旗这个牧鼠吃的就相当实惠 不知道大家对我们之前的一集 还有没有印象 也是黑旗的一个弃子 但是跟这个真的是天仰之别 那个黑旗弃子 是争当先手 同时比这个旗要厚 但是这个现在 我们简单对比一下 就可以看出来 关键在布局的时候 落了这个后手太大了 对 这个不成 这样 之所以这样黑旗就是班不成立 对 班不行 但是推这个也不行 同样还是有断 所以黑旗现在必须要护住自己的断点了 这个时候 黑旗也是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退也是不推荐的下法 退一个不好 退一个我只能粘住 对 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显而易见的看出来 我们刚才讲 打入的时候 黑旗虎这个不好 不好的原因是因为白旗可以飞 白旗如果贴的话 黑旗当然是扳头 大家还有印象吧 我刚讲过 这个黑旗要扳连扳 对 把这个头压制过去 这样白旗非常难受 但你刚才这个旗形等于没有扳而去退 这个退一下交换实在是亏太多了 确实 对 这样的话你反而扳不过来了 你扳它是扳连扳不动 所以这个退一下真的是大幅度的退让 这受不了 对本来是那个可以扳到二子头的 对 这下扳不到 对 这个差距太大了 所以说这个旗呢 退一个不好 还要想起他的下法 黑旗正招是走这个 这个类似的旗我也曾经见过 这个要挖 挖是很厉害很正确的下法 可以再切 这样黑旗通过这一挖 把白旗的旗形给破坏掉了 接下来白旗生存两个断点 是让你很麻烦 我先接底下的 接底下的话就不太好 接底下的话 这个出头实在是差太多 但是看这个白被黑旗挖成这样 刚才是这样的 对吧 这个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就能够一目了然 这挖成这样 这个亏太多了 接下来黑旗就简单的跳出 你这白旗自己走都不好走 出头自己走都很难受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个本来白旗很舒服 拆二的地方 已经有了一个黑旗的一个组 人家早有扶兵了 早就在这等着你呢 所以说这个旗作战显然白旗就是很无趣 对吧 人家投在前面 你自己有这么重 这打入进来就很失败 这样就看起来只有粘上面 对 只有粘上面 你粘上面它也是跳出 这跟刚才的区别呢 就是在于 比如说白旗也可以跳 就是说这个地方多了一个断点 这个断点 刚才我们也讲过 这断点不严厉 首先我们说这断点没有那么厉害 断点它伤这边 白旗就打了顶 这个黑旗不大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一句但是 但是这个断点它是白白夺出来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黑旗轻易不断 但是万不得已的时候 它要做活的时候 它白夺一个断点 这个很可怕 这一断了它瞬间就活了 逼急了的时候就用这个就可以活旗 对 所以说这白旗始终嵌手旗 作战也显得很没劲 这个黑旗 比如说黑旗就把这手回来就行了 找一种方式 把这个脚守住 不仅很实惠 同时我们一直说它有这个断 有恃无恐 黑旗外旗它是活旗 所以说白旗也是不怎么好 那这个挖的时候 就是实际上白旗 我们再给大家多讲一下 这白旗还有一招好旗 就这个时候有一招时机 掌握现在的时机 有一步妙手 就是顶在这 趁着你挖的时候 它先顶一个 我们讲黑布局 但同时也要下出白旗最强的抵抗 白旗这招其实是最强硬的下法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 看起来有点难办黑旗 对接下来这一个断点 这一个断点 看上去很难两拳了 但是黑旗呢 有一招顽强的就是接在这 虽然旗行很难看 这个接着旗行很难看 但是它把下面和上面断点都兼顾了 接下来白旗 这样子的话 白旗是不敢打在这了 对就不敢 这个黑旗长出来 白旗旗不够 就是你要能打这的话 你刚才就可以打了 对不对 我挖的时候你就可以打了 就是白旗第一时间不能打 说明这个时候也是不能打的 那只有还是从外面再 对 这个挤一下呢 大家看等于就是这样挤和黑旗接交换了一个 这挤一下肯定是便宜的 把黑旗的眼位挤坏了 把黑旗的气给挤进了 这肯定是便宜的 但是这个挤完了之后 白旗底下这个断点就必须要补了 因为这个挤同时把自己的气也撞进了 比如你在接的话 这样人家一断 大家看打了顶的伤法就不成立了 你就只有打了苏打 这样等于白旗多了一盒子 反而比刚才损的厉害 对 反而是大撞气 很坏的一招气 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旗呢 由于你挤 占了人家一下便宜 抠了一下 所以说这个时候反而把自己走中了 必须要补在底下 那其实跟刚才是大同小异的 黑旗就跳出头 这跟刚才大同小异 白旗自己一块旗很重 出头呢又不唱 头在人家后面 同时你又眼眉又不够 被人家逼住 黑旗呢 自身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旗白旗就很无趣 那么这个旗 我们摆到这呢 其实也给大家分析的差不多了 就是我们再重头来捋一捋思路 就是白旗如果打弱 黑旗就是跳 跳 对 这一跳之后呢 白旗无论怎么走 这个旗出头啊 都不是很畅快 白旗很难去畅快的出头 所以说这个你如果靠 那么黑旗的这个手段就是挖 对 重点 它是有一挖的这个手段 破坏白旗的旗型 所以说这个旗打入在这儿 也并不可怕 首先啊 刚才你讲了关于这个变化 我自己感觉 就是黑旗和白旗 在这个局部的一个变化 好像一直都在抢头 这个是看来 赵哥你对围棋的这个理解是比较深的 我们每一次的时候都能够有自己的总结 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因为我前面我也说 我觉得围棋这个思路是很关键 对 因为可能我觉得像你们学了这个思路以后 我将来在对局当中 就是类似的变化 我也可以应用 对 我们之前一期呢 这个是围绕着争先手 黑白双方勾进豆角 那这一期呢 就是刚才赵哥总结的非常好 是围绕着争头 作战的时候 入腹争正面 双方都要把这个自己出头 尽量走唱 这是一个关键 总结的非常好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也就先告一段落 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化 我们在下一期中继续为大家进行讲解 好的 那么咱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